哈 第二三屆台北文学奖小说类的首奖 叫做本院寺爱玉冰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他在北同的几日 坚持在暮色中长时间步行 有一段临终之路特别美 不断被明暗渐变的农粹所包围 看完以上这些影片 我们看到了不同文类 不同职业的作者 在文学的森林中 被农粹包围的心声 期待所有的文学爱好者 在疫情中继续创作 并且利用台北文学长这个平台 持续的交流 最后我要套用今年散文类的 首奖作品 小病中间的一句话 航班当然还是要继续起落 只是不能高飞 生活还是要继续 只是多了一些限制 祝福大家在疫情中 平安健康 准时的起落 期待明年我们一起高飞